不知道你們第一次到動物園玩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伊甸工作站特別安排了20位發展遲緩兒和家長 一同前往壽山動物園一日遊 園方還特別安排了小鴨著舍 和體驗餵食的行程 由於這群小朋友都是第一次到動物園玩 可想而知這趟旅程對他們來說有多麼興奮 一位發展遲緩的漫飛天使拿起畫筆 填滿明信片上的卡通圖案 專注的創作屬於自己的黃色小鴨 還要大方的秀給鏡頭看 在關入碼頭的黃色小鴨展期進入倒數 壽山動物園也趕搭這波小鴨列車 讓小朋友在明信片上盡情塗鴉留作紀念 另外讓小朋友更加興奮的還有餵食體驗 不可以走 壽山動物園開放鹿龜園區 讓小朋友們體驗餵食 看著一群鹿龜張大了嘴 有的小朋友嚇得挺抱家長 有的就索性蹲在門口餵食 對於他們來說 這些都是新鮮體驗 鹿龜好不好玩 好玩喔 你會不會怕 會喔 因為鹿龜好大絲對不對 那你還有 你還有喔 鹿龜有沒有好可愛 不錯啦 這個好好帶動物園出來 大家這樣 這群小朋友們都是第一次 踏進動物園 透過近距離的接觸 認識平常只出現在書本的動物 從表情就能看出他們有多興奮 同時這個活動也是為了增加親子互動的機會 屬於弱勢的孩子比較多 也許他們來自然看起來是離這邊很近 但是家長非常的忙碌 他們可能都沒有那個 他們沒有那個機會能夠這樣的來這邊 然後來看動物 也許是他以後可能就是一輩子回憶吧 難得和家人共享歡樂的時光 每個小朋友臉上掛滿燦爛的笑容 相信這趟動物園之旅是他們一生中最難忘的回憶 小燈新聞說不定你猜到發展